如果今天希望幫我做什麼呢 輸出一個三角形的部分 這個三角形的原理原則是這樣 就是我第一次輸出第一列的時候 是輸出一個星號 第二列的話輸出兩個星號 一直到13個 也就1到13個星號 所以這概念跟什麼呢 跟剛剛那個Ply for Trace 其實還蠻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為我們總共有13列好了 所以for i 其實可以套公式 for i 等於1到14 這到13就停下來 所以for i 是決定你要跑幾列 for Trace的話是跑幾次星號 所以for Trace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跑幾次的話 可以跟i有點關係 也就是說理論上是從1一定是跑一個 那如果你今天第一次的話 那就是什麼 如果當i等於1 這個跟i一樣 所以1輸出一個星號 所以基本上第一列輸出一個 第二列輸出兩個的話 那你後面之後直接加一個什麼 i加1就會有 為什麼i加1 因為我停的話是在i的下一個數字 所以這邊一定要加1 ok 那後面的話你就加個什麼 Prince什麼 Prince這個星號 但是記得後面一定要把它的換行拿掉 這樣的話它就清掉了 有沒有 所以 只要跑一個 然後就是一個星號 不要換行 不然的話換行變垂直的 然後就換下一個輸出兩個 輸出三個 直到輸出19個 不不不不 13個 那底下的話一樣多加一個Prince 所以你會發現 跟剛剛那個就是還蠻多地方是雷同的 那如果我把它執行的話 那你會發現正三角形就輸出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然後產生一個反過來的三角形 先13個 再一個 13個再一個 那應該怎麼做 13個 那很簡單吧 把這邊改成13 13開始 然後到多少呢 停下來的 應該是 到0停下來 有沒有 0的前一個嘛 不過特別說 這邊還多一個 逗點後面呢 請你要多增加一個叫什麼 速度多少呢 越來越少 如果沒有加這個 乘是不會越來越少 預設是1哦 1的話變13再14了 它不會到0 所以記得要加什麼 負1 OK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是反向回圈的話 記得哦 一定要加負1 才會反向跑 OK 如果你是正向跑可以不加 因為預設值就是1 預設值是1哦 OK 好 那這樣13 12 11 一直跑到1 0就停嘛 1 所以一定要是0 好 那後面的話呢 要不要改 這樣第一次是1到多少 14 剛剛好輸出13個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12 12個 所以其實後面這個不用改 看起來應該是OK的 那之前給各位看一下 試一下 有沒有 13個到1個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輸出成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星號輸出 改就是九指神法表的同樣概念 改成 改成剛剛講的 正向三角形 1到13 並且改改看 把它改成13到1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有點像那個延續九指神法表那個概念 只是差別是那個 所以它主要的用意是說 我要跑幾次 出出星號的這個動作 OK 試一下 來讚 2 3 4 4 4 5 5 6 6 4 4 10 9